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于2025年4月下旬公布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了投资者的谨慎情绪, 但台积电的战略优势使其能够从对先进人工智慧和运算晶片的长期持续需求中显著受益。 当前的价格疲软明显过度,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入场时机。 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度的营收虽然较2024年第四季度的创纪录水平环比放缓,但仍将较上年大幅增长。 官方预期第一季度营收约为254亿美元,该公司已公布第一季度初步销售额约为256亿美元。 这比上一季度下降了约5%,但同比增长了约42%。 预计每股收益约为2美元,较上年增长约45%。 根据财务报表,第四季度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分别达到58%和47.5%,台积电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毛利率为57%至59%,尽管产量下降,但利润率下滑幅度很小。 台积电的忠实粉丝们应该还记得,人工智慧加速器和新款智慧型手机处理器,推动了2024财年营收同比增长25%,净利润增长30%。 预计人工智慧和运算晶片作为主要增长引擎的结合将持续到第一季度。 管理层特别提到,持续的高效能运算相关需求将提振第一季度。 即使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仍处于周期性低迷期,台积电的营收仍受到人工智慧加速器订单长期激增的支撑。 AI需求的增长值得更多关注。 3奈米N3节点和5奈米N5节点技术在第四季度分别贡献了晶圆收入的26%和34%,加上7奈米N7节点,它们占台积电销售额的74%。 进入2025年,台积电作为尖端AI加速器事实上的代工厂的地位将得到巩固。 由于微软和亚马逊等超大规模厂商争相部署更多AI产能,回答将在第一季度继续保持最大客户的地位。 然而,由于AI晶片,台积电用于高频宽记忆体的专用CoOS封装在去年得到了充分利用,这是一个制约因素。 虽然该产能正在扩张,但短期内的产能瓶颈将限制第一季度AI晶片出货量的上行空间。 分析师还预计,AMD在第一季度的晶圆投入将保持稳定,尽管规模不如,挥达。 博通也可能成为台积电额外先进节点产量的重要贡献者。 为了更好的应对蓬勃发展的需求,台积电制定了2025年资本支出计划,将达到380亿至420亿美元,高于2024年的约290亿美元,主要用于提升先进节点产能3奈米、2奈米和先进封装。 不过,客户可能会为了确保产能而提前下单,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之后逐渐恢复正常。 目前,所有迹象都表明,第一季度的业绩受益于AI晶片业务的持续强劲增长。 截至2025年4月中旬,台积电在美国的ADR交易价格在150美元至155美元左右。 考虑到该公司在人工智慧热潮中的长期增长地位,这是一支被严重低估的股票。 此外,当前对长期股票适应率压缩的经济担忧是错误的。 相反,分析师看好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股市复苏,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成型。 预计这将在媒体上引起强烈关注,并促使前瞻性市场重新提升美国股票适应率。 从而推动纳斯达克指数NDX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X在2026年创下历史新高。 该股14周RSI接近35,表明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强劲的入场点。 此外,该股目前股价远低于其50日移动平均线。 鉴于目前对经济的担忧被严重夸大,这些简单的指标显示出逆向投资的价值。 台积电的股价也低于其5年平均非公认会计准则适应率34倍,目前该比率为22.3。 部分原因在于其商业模式的周期性因素,但随着地缘环境的改善,有机构确实预计未来将出现倍数扩张。 保守估计,可以设定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基准情景下,非公认会计准则适应率25倍,以及12个月后TTM标准化每股收益9.50美元。 最终股价为237.50美元。 当前股价为155美元,因此预测基准情景下12个月的上涨空间为50。 台积电目前股价低于155美元,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强力买入机会。 该公司估值显著低于合理水平,主要原因是大环境不确定性,而非结构性业务疲软。 台积电有望实现大幅增长,并保持利润率韧性。 此外,在美国主导的民主贸易联盟推动下,关系有望改善,这可能会恢复投资者信心, 从而推动股价倍数扩张,并推动其股价向保守的12个月目标价237.50美元迈进。 分析师的目标价较当前水平有约50%的上涨空间。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即将完成面板级先进晶片封装PLP的研发, 并计划在2027年左右开始小批量生产。 为满足对更强大的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 面板级先进晶片封装将使用可容纳更多半导体的方形基板, 而非传统的300毫米圆形基板。 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新一代封装技术的首带产品将使用310毫米乘以310毫米的基板。 这比晶片制造商此前试验的510毫米乘以515毫米尺寸小得多, 但仍然比传统圆形晶圆提供更多的表面剂。 台积电正在加快开发进度。 消息人士称, 该公司正在台湾桃园市建设一条试点生产线, 目标是在2027年左右开始小规模生产。 全球最大的晶片封装和测试供应商日月光早些时候证实, 它正在建设一条采用600毫米乘以600毫米基板的面板及晶片封装线, 但后来当它了解到台积电的起步尺寸较小时, 决定在高雄再建一条与台积电相同尺寸的实生产线。 晶片封装曾被认为比晶片生产技术要求低, 然而,对于人工智慧运算晶片而言, 诸如台积电, Cowars晶片封装技术等先进封装方法, 如今已变得与晶片制造同等重要。 这是因为先进封装技术可将GPU、CPU和高频宽记忆体HBM 集成到一块超级晶片中, 例如辉达的Blackwell, 博通、亚马逊、谷歌和AMD也依赖台积电的Cowars技术, 来满足其晶片封装需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